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今天都是跟大家分享Condo 我們地位移到Surri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Surri的發展 簡單來說 它是帶溫幾個有Skytrain加商場 Carrie經常說的值得投入的Unit 屬於最便宜的一個 樓價方面相對較便宜 另外附近也有很多大學、醫院等 我們今天看的是現樓 Cancor Pacific在2017年交樓的屋苑 我們這一座是再近一點Skytrain 前面的座是遠一點 我們是1369618 Avenue 我們現在的樓層高度是23樓 所以從這個高度看出去 都已經可以越過了很多矮的建築 有個比較遠和開放的景色 我們的方向是東和南 這邊是東、這邊是南 是一個Cornet Unit 所以大家會看到有大的玻璃窗 還有一個露台 還有大片的Glass Door 東南方今天能看到也比較高 所以我們看到東南邊的雪山 就是Malne Baker那邊也挺漂亮的 另外如果大家靠這邊的話 看看東北角 Cocquitlam那邊的雪山也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單位的話 它的景觀相對都開陽 陽光充足 東南基本上早上起床已經有第一類陽光進來了 到晚上旁晚都會有一點西斜的霞光 可以看到 然後這個單位 其實它的樓齡也算新的 大概是五年未到 而屋主 即是我們客人 都不算怎樣去用這個建築 大家看到它現在的東西已經清空了 即是拿走了 是一個吉祥的單位 它之前大部份時間都是住在其他省份 當初買這個單位是考慮 可能退休或是退休 過來的時候用 但最後都因為COVID之後 有些改變的計劃 所以最後就決定去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單位 它也算是維護得很乾淨 即是不會有太大的使用痕跡 它在離開這裡 飛去其他省的時候 都有做了所有的專業清理 所以很乾淨 我們說一說整個單位的室內面積 是776呎 它是一個兩房兩次 然後有一個車位 兩個side by side locker的單位 現在我們剛剛在準備上盤 就先跟大家在影片裡分享一下 掛牌價將會是68萬五 下個星期我們會做Open House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過來看 它的積算是非常實用和簡單 而且這隻積在近兩三年COVID發售的樓盤裡 可以說是絕了板 已經沒有看到兩房 門口進來 基本上沒有走廊 一門口進來 右手邊已經是雙門衣� 有擺衣服的空間 然後裡面的地下 都是鋪了marble tiles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旁邊就是搭起色的洗衣機 乾耳機 然後左手邊已經是客廁 我們最後再跟大家看看 直進來已經是一個L型的廚房 為什麼說這隻積是絕了板 我們基本上在這兩三年 Concord Metro Town Concord Oasis 兩房大部分的廚房 就算剛剛落成Concord Brandwood 上次看的影片 很多時候都是長條型 或者最多是L型的廚房 好像這隻這樣 就要再舊多一點的建築 例如我W1的單位就是這樣U型 它的好處就是 它有很多很多的台面空間 雪櫃就是30吋 然後有雪櫃有冰櫃 其實Concord的東西 我真的已經拍了很多很多次了 我再去開櫃 我都已經覺得好像不可對得住大家 用了很多時間看重複的東西 基本上大家明白 這個全部都是櫃 然後有些Open Shelfing 下面也有一些暗的LED燈 兩邊都有 所以櫃底有些燈 它的整個海岸上面 都是用quart石櫻 Marble tiles 它是比較大的 30吋5個gas爐頭 而且每個gas爐頭 是比較延長的 有一個獨立的大爐頭 大家可以放些大鍋 大鍋 同樣管理費的話 都是包了gas的使用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煮湯 下面就是一個大焗爐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使用痕跡是沒有 沒有怎樣用焗爐 可能隔間過來煮 即是煮少許簡餐 都沒有怎樣用 旁邊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裡面都是有櫃筒 然後轉角位的櫃 又說不開 又開了 忍不住 都要看一看 我們不看了 然後這邊繼續有櫃 這裡之後 都有些櫃筒的東西可以放 微波爐在下面 Sync下面 也一樣 即是Surri Concord的單位 大家都不要覺得 去到Surri 樓價便宜了 就偷工減料 其實也不是的 它照樣 也有做這些垃圾桶 拉出拉入的配件 Sync也很大 然後也是Cola的牌子 下面也有整個 假原裝留下 小碗碟機是Bloomberg 好 大家看完整個廚房空間 U-shape 然後之後 等等 我們先說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 大家會看到 它基本上 都是Marble Tile 跟大家分享過 這一棵牆和地磚 它的洗手間 都是鋪了一些小磚 不是普通的纖維底座 一個洗手間 在上面 裡面也有燈 這些都是玻璃鏡櫃 大家會看到 它上下都是磨砂玻璃 這是以往的設計 而且也會有LED光 這個就是洗手盆 我先抽氣 好 這個是2nd bathroom 我們這個椅子 很簡單 門口進來U-shape廚房 然後就是一個長條 但是也挺闊的空間 中間這個Bloom 大家可以換一些Chandelier 這裡可以放飯桌 其實也可以放到圓桌 或者長桌 你旁邊去兩間房間的空間都可以 然後再去到前面 大家可以看看 是想看這幅大電視牆 還是這邊的小電視牆 這裡就是玻璃 可以看出去 大家可以看看 在家裡的不同角度 某些角度 你可能會覺得 前面13750那座好 但其實如果你說 你的沙發是放在這個位置 去看電視的話 你的觀看會 會在東北 看著雪山 在東北角度 這裡看過去 它是新舊甲閘的 有些比較舊的建築 也有些看起來是比較新的 九幾年 零幾年 所以這個地區 再立刻起高樓的可能性 不是太快 或是太高 如果反過來 你的沙發是放在這邊 是 如果反過來 我們用小電視牆 你沙發L Shippet 放在這裡的話 你看看的觀看就會是 摩尼克東南 基本上你看到 天氣好 就看到Malbaker 然後很遠那邊 好像樹林一樣 然後前面是向東的 向東的話 其實可以和大家出去看看 觀看 因為它這個露台 都挺好 挺大的 我們現在出來 庭內地區 露台都是兩個面向 我們出來 就可以看清楚 附近的建築物 我們這兩座建築 是為之一個屋苑 Park Avenue 都是2016、2017年的時候交樓 大家會看到 它們雙簾 其實是一個平台的屋苑 不是直接出街 這裡有幾間屋苑屋 對街 但這個平台屋苑 要有住戶鎖匙才能進來 它有很多 現在很雪 很開心 可以和大家分享雪景 先說完這個錢 我們說回所設施 有些什麼呢 大家眼見的 已經是一個室外游泳池 冬天就不能用 夏天會清乾淨的樹葉 大家可以使用 除此之外 在游泳池附近 也有很多 好像tent 那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訂購 或者隨時可以去用 那邊是13750 入車出車 我們也有一個separate entrance 我們的 entrance 應該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來 東邊這裡 這一條街 就是之前去前面交叉 Sky Train 就是那個叫做 叫什麼 我忘記了 Walli Walli Boulevard Walli Boulevard Walli Boulevard 就可以入車 我們會在這個停車場 進來我們這座樓 所以大家不會覺得太多車出入 那向東 近著Walli Boulevard 這個公園 都會永久 這邊向南 這邊向南 對不起 這邊向東 這邊向南 Walli Boulevard 這個公園 也是當初跟建築物在一起 它不會改建了做樓 下面有很多鴨仔 在池塘游水 挺有趣 那向東南這個方向 大家會看到 有當初跟屋苑的球場 和一些是九幾年 那些屋子 這裡有一座樓建 這個和13750 正後方有兩座建築 其實就是ParkGeorge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這個項目有少少延長 所以它的落成期 應該會延長到大約2025年左右 因為大家看到它都起得比較矮 然後將來它起高了 就會和這座樓有少少重疊 大家在這個單位的觀點會少了些 但是就這樣看它的高度 都不會影響大家去看 Mount Baker的風景 我們出來這裡 可以說向南這邊 大家如果在這個建築物下街 你基本上是很快走過對面馬路 那一處已經是Sky Train站 所以大家住在這裡 如果要去Burnaby 或Downtown上班 走幾步就已經可以搭Sky Train 如果將來大家找的工作 例如你是醫護類 或者是一些accounting公司 其實這裡都有很多辦公室 Suri都集了幾間大醫院 如果你的租客 或者將來你是想過來讀書 這邊有KPU、SFU和UBC的分校 UBC的分校 這塊地是差不多去年買入 現在還未建好 也是一個幾年的計劃 我們現在進去單位 看完客飯廳和露台之後 分開兩邊房間 主人房是向東 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是向東 看看你床頭放在哪 床頭放在這邊 看東南 床頭放在這邊 看東北 挺好看的 這間房間會受到這座樓的景觀影響 主人房兩邊是洗手間和walk-in closet 這間房間是洗手間和洗手間 這間房間是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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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房間是放浴鏈的架 這間房間是放浴鏈的架 其他的配件都是一樣的 有這些房間 有一個walk-in closet 有門可以關閉 這間房間也有些架做了 這間房間應該是屋主自己做的 不像空間的建築 對 這間房間是交樓後 以將來長住的部份 製造了這些架 製造了這些架 另外一間房間 另一間房間是向著正藍的 所以特別陽光充足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很溫暖 這邊向藍的話 這間房間比較開放 可以看到下面的公園 有些像池塘的景觀 然後床頭看你喜歡怎樣擺 向著外面也可以 向著這邊也可以 然後這裡還有多個窗 所以它向藍之外 還有一些向東的風景 如果是這樣床頭放這邊會更好 然後就有個雙門衣櫃 還放了一盞燈 這些closet也做好了 然後我們就看完了 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 它附送的 床頭和兩個床頭都是P2的 就不用搭太新的升降機 或者不斷轉來轉去 這個中平是電梯位 你出了電梯 轉左手面 來到這個空間 左邊過去已經是Locker Room 右邊就是Parking 我們先去看看Locker Room Locker Room 還是用鎖匙的 我們看看 進入到Locker Room 之後我們那個Locker 就是門口走兩步已經到 現在已經刺激了 這兩個都是Locker 屋主現在清空了些東西之後 他都留下了一個Lock 幫你鎖匙了 我們都準備好鎖匙 下一手就直接可以用 就可以了 好 我們看完Locker之後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那個Parking Locker走出來 這邊是那個elevator 然後直去 就是elevator轉右 就已經是出停車場了 其實Park Avenue這座東西 是有P5的 可以去到很深的 所以T2已經相對來說 算是轉得比較少了 這裡就直走 差不多去到那個位 就已經是Parking了 相對來說 都是很接近的那個elevator 它是一個平常的Parking 我都拍了自己的車 給大家大概看一下那個空間 都充足的 長度、闊度都夠了 好 你不是說雪景嗎? 對呀 回來之後有點冷 好了 說起雪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港的朋友 不是溫哥華的朋友 你們買一下 我們說一下這個故事 話說我們剛剛過前幾天 就有個Snowstorm 其實溫哥華這邊 下雪的機會率 真的很少 一年可能三四次 最終五次 其中一兩次是比較大雪 我們前幾天就撞到那次大雪 那那個雪步 或者是那個Snow 可能離得比大家 如其中快 那就出現了 我們基本上 之前沒試過 我看的Twitter 那些Local說 都沒試過 很多人是在HIGHWAY 上面十幾個小時 那一天 我都在外面 我們都是在凌晨五點 才回到家 故事就是這樣的 我們那天的早上 首先我去了Dantown那邊 Waysting的酒店 有一間很漂亮的餐廳 吃個飯 吃完飯之後 再參加了一個 Event 我跟我老公 這個時候 已經聽到朋友 開始說 喂 塞車 因為我們 譬如從Vancouver 從Burnaby 要回到Delta Suri 這麼多人住的地方 其實是幾個 旅行 一個是Alex Fraser 那條橋 我平時是走那條橋 回家 一個是走Marsay Tunnel 就是RichmondSouth 去SouthDelta 或者是South Surrey 那條橋 要不就是走Portman 很遠 基本上都是這幾條大橋 全部都封了 或者是塞住了 那我就心想 我跟我老公 就想 不如這樣吧 他應該會派些什麼 橙雪隊 灑鹽的車隊 我們不要那麼快 跟他塞 我們出去吃個晚飯 搞晚一點 可能到時就好想了 那就糟糕了 然後我們那晚 就吃飯到差不多10點 我們差不多吃到10點 就想著應該避充了一點 那一看 橋也還在封 然後 Google Map 就直接我們 走Marsay Tunnel 下去 然後就好像很暢通 就是去Stevenson Highway 那裡排路 怎麼知道我們去到之後 就發覺糟糕了 原來整條Steven Highway 是濕到停了 那些車是不動的 所以它顯示暢通 我們在所有南北向的街上 想出去Steven Highway 全部都是有車系 塞死了排隊 我們試了很多很多 出入口 嘗試出去Steven Highway 都是失敗的 那我看到 總之全部都紅了 深紅 深紅到黑色 那就沒辦法了 結果結束了 我老公說很睏 那裡的地方睡了 我們在車上 我們有那些 露營的充氣墊 因為那晚還跟爸爸媽媽一起吃飯 我已經很晚睡了 凌晨2點 凌晨1點半 2點 已經知道是不可能回到去的了 之後我們就做了個充氣墊 然後就睡覺了 那時候我們的朋友 也是住在我們家附近 就說他們怎樣回到家 他老婆最後是繞到很遠 繞到最東邊 GOLDEN EARS 下去那條橋 繞回來了 我們就心想 沒理由這樣整晚空宵地睡在外面 不如試一下 於是我們就向Richmond北邊的方向進發 準備過橋 回到Bernabe 然後一直到Gordon Ears 中間不如插一插電 在這個時候就發現 好像搶通了 看Twitter的更新 又說好像通了 開一條線兩條線 於是終於在那裡 大概塞了半小時再回到家 我們回到家已經凌晨5點了 我覺得整個經驗 在一個很長的股市 但我又很有感觸 第一 大家真的不要當我應該說是加拿大 因為聽回我的Montreal Toronto 甚至Karabrile的朋友 其實這件事很不合理的 這場雪雖然很大 但也不是去到十幾cm 是我們的市政府 的準備應該真的很不充足 因為我們沿途是沒有看到 橙雪車、灑鹽車的 大家只是在一起 然後還沒到半夜 四、五點的時候 馬路的雪鋪了 很多車都已經滑了 還有很多Vancouver的人 他們只要覺得自己 不會去North Shore Mountain 或者上去Whistler 他們還在用Summer Tide 去駕駛冬天的路 還幫人推車 是的 我們明明是怎麼和 Kalab каз 他們會合的 本來是想在Social Hill 是會出自外的 但我就來貸 hence 說我們這輛車都滑了 但他們已經是四季車 所以四季車和雪車都有一分差 以前他覺得幾乎差不多 煞車的距離 差了六四分之一 不是很多 差不多 但是有分别 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可能四季胎都可以 温哥华多可乐这么大雪 但是因为我们爹地妈咪駕的那部 是X5的车 我们没有特意买到雪胎 就是一套四季胎全年通用 我自己的MOTOR Y Performance 就因为Performance的原因 它一定要换雪胎 所以当初原装买入的时候 就是Summer胎 冬天就配了雪胎 那一天我们駕雪胎也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爹地妈咪那部 它就说是一个微车的车路 它们一路紮紮紮紮紮 都不是很紮紮到 都是慢慢慢慢向前流 最后是撞了人家的车尾 但是没有伤害 就直接就换一下 车路紮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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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紮离 车路紮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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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紮 如果適合了爸爸媽媽 機仔駕駛那步的時候 他都說殺不了 即是不是我爸爸駕駛的問題 那四軌胎是真的 你當時的經驗是怎樣的 駕駛一轉出路口落斜 一落斜就 糟糕 不是 我已經很慢了 已經落斜 然後前面已經塞車了 那我就踩駕駛 踩駕駛不動不停 不斷抖下去 但他有沒有加速 沒有 不斷 就像AVS一樣 然後前面那輛車一直抖下去 即是大家都抖下去 然後那條路因為我還沒斜 我老公在那裡 我看到他 我開了自己的Tesla 然後他轉那個彎 我看到他已經歪了一邊 不動了 然後同一條街 有些車上來也上不了 很多四軌胎 季節套胎也上不了 有些是夏季 有些地人很好人 他們幫忙推車 推上去 然後有一部搞笑 推上去都這樣 整部打完兩下線 那一部應該是夏季 就是夏季 然後我們都管理兩輛車都沒什麼事 人都沒事 總之就是看那天的新聞報道 Twitter的人的照片 就是Alex Fraser我們每天出入那條橋 因為都斜的 那些車是炒了一碟 那些巴士 那些 因為有很多人 他們沒有遇到整條橋匯風 他們已經是堵了在91路上 就是你不能走 12個小時 12個小時 至少有些不止12個小時 因為有些人是說可能是3、4點鐘 可能下班時間已經剛剛好 已經在這裡塞塞塞塞塞 因為3、4點鐘 我們在Burnerby East已經開始塞了 溫冬已經塞了 那他們那些可能很多人 已經慢慢上了HIGHWAY 一上了HIGHWAY就死了 走不了 然後HIGHWAY就是全部 大家停在這裡 我見過那些Twitter就說 那個叫Alex Fraser Bridges Ice Rink 然後整條街上是一個停車 大家全部停了 然後很多人是沒有地方去洗手間 沒有水飲 沒有東西吃 因為沒有遇過的Journey 會由20分鐘轉移 變了12個小時 至16個小時 還有睡不著 有車在裡面睡不著很冷 我起初睡的X5很冷醒了 然後走回Tesla 睡得很冷 也是過了 因為始終電車可以取暖 而且電車取暖用的電 其實是比大家想像中少的 我記得我們在Sypson Highway 差不多有48% 然後那裡停在這裡開著暖氣 沒有怎樣開 然後跌到最後 我們差不多還睡覺 再慢慢開上Ritchburn Center 用了5%左右 10% 10% 用了10% 4-5小時的暖氣 而且我們開得很暖 經過這件事 綜合回加拿大這幾年的經驗 我覺得這裡跟香港有一個很大分別 可能大家要想一想 我覺得在香港長大 或者以前我都會回大陸 Asia那邊是一個政府 會去想辦法對應問題 會很保護你 會超過保護你 有些時候我可以想像 如果在香港 或者以前在大陸 發生什麼災難 有什麼事 會有人去安排 可能會做什麼 狗巴接駁巴接人 會有這些服務 地鐵開多兩班 但是這裡是不是的 這裡我們是看到很多個案 是巴士全部兇 然後看別人的推特 是說巴士開不了 然後司機就趕你下車 你們自己走去 第二個巴士站再等 等了整個鐘都沒有車 或者睡了第二個巴士 你開去哪裡又沒有車 撿起來 完全是那種那麼冷的天氣 你不要覺得政府 會好像以前的香港政府 會去保護 他會想到要做什麼服務 出來照顧人接載 最多這裡是 當時那條橋 就是橋封了 那些人收拾了很多個鐘沒有東西吃 好像有些人出來派東西吃 或者有些人義務幫人推車 但大規模的救援是沒有的 自己執山記住 所以大家來到這邊 這是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這裡是一個很獨立的國家 每個人都是一個很獨立的自主 你對自己行為負責 政府呢 他撒不切鹽就是撒不切的 我後面看到新聞還出來 我真的看到很搞笑 他說 政府如何回應這麼多人 這麼多個鐘頭 塞在那條橋上 他就說 你們這些傢伙太早下班了 我們撒不切 撒不切鹽 那是因為你們正在撒不切 即是太早塞住這條路 是的 他的評論是 我看到很擔心 我說 蛤? 什麼? 他在罵我 因為下雪 你們太早下班了 所以就有空氣 於是我們就沒辦法撒鹽 按也行 OK 那也有意義 因為我們看到那些路是極快結冰 再加上溫哥華這邊是濕雪 其實這邊的雪跟內陸 例如Whissela或Montrella那些很不同 那些雪相對是偏水分多 所以它並不會像有些地方是落粉雪 是一開車過去雪又烏烏散上天 好像粉一樣 這邊的雪是濕的 它落了落地下 如果你當初沒有撒鹽水或怎樣 它很快車開過就變成水 然後就結冰 然後有一層層的冰壓上去 所以說為什麼整條海外 流冰牆 那些巴士和火車全部都滑在一起 所以大家 新來報導的香港朋友 如果你沒有什麼在雪地 或者是這麼冷的天氣落雨之下 駕駛的經驗 其實大家真的換好一點的輪胎 尤其是冬天落雨的時候 都要駕駛慢一點 都很容易滑 代條雪鏈 代條雪鏈 代條雪鏈就這麼誇張 真的嗎 是嗎 如果你深邋塌 你動不了電話 代條雪鏈 好了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房間都還沒看 房間還沒看 然後呢 我們先去這間陽光房 因為這邊向東這邊向南 你會被屋主罵嗎 你說這麼多這些 什麼 不會的 你放在最後 怎麼放在這裡 你放在花水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